好,我们前面龙讲完了,这个就讲小龙,讲地龙,天上的,这个就是下面的,地上,那首先还是这个分为早中晚,或者说古人叫它淡,昼和木,当然具体的时间我们前面都说过了, 嗯,就简单来说,首先是山鱼,代表早,然后收银,代表中,然后蛇,代表晚,那这三个,其实收银跟蛇,都有准备叫小龙或者地龙,当然各个地方说话不一样, 嗯,可以看到这个空性还是很多的,首先,这几个都是圆圆的,滑滑的,所以说作为人呢,它就会比较的一圆滑,那第二呢,就是,嗯, 嗯,它这个还代表着,嗯,就是游刃有余,嗯,做事呢,可以说是,遇到事情,它比较的聪明善变,嗯,首先善于,它也是顾名思义,嗯,为人比较和善, 嗯,比较温顺,嗯,当然了,它的头其实看起来,但是,嗯,它内心,整个来说,嗯,也是,不过是, 外墙中干,嗯,内心还是比较犹豫,不定的,嗯,善于就显得,尤其的比较明显,嗯,做事呢,就是可能,嗯,就是,太两边草,啊,墙头草,太过于老火了, 嗯,空子讲相悦,嗯,那,蚯蚓呢,啊,就更小,嗯,它的,这个,运行的速度呢,就是,比较慢,做事呢,比较慢,条子里,嗯,没人呢,不过是这个事情,生物,那可能就,嗯,比较有造严的精神,因为算泥土,就这种生物的特性, 心情的,嗯,嗯,同时呢,生物有力蛮强,你要知道,这个小的时候,我们学过,把球影,嗯,只要是这个,它那个环,嗯,直下,如果砍掉,嗯,不用砍它环,它就可以再生它,嗯,嗯,把自己完全的,生活有力,嗯,虽然它可能比较短,但是它那个生命力,是可见一半的, 嗯,嗯,最后就是蛇,那,使得这个动物呢,我们,都会比较害怕,那,作为人,那,我们说过,这个,这个,轮,是,嗯,批灵的,这个玄武,或者讲龟,是代甲的,那,这个,白虎,是浑身都是毛, 然后,然后,出去,就是,鱼,有毛,各是,这个的,一类,动物的,一个,手里,那,作为人呢,就是,身上,什么都没有,你会发现这些,我们今天讲的这一类,就像是,人,当然了,这个手里,它有手里, 鱼,对,有鱼,呃,尤其,尤其,蚯蚓,都是,当然,近似于,这些,有的,它有,摸上去,感觉上,就没有,所以人,跟他们,还是有,一种万民的缘分,尤其,这些动物呢,嗯,在西方,更把它看作是,男性的形容,就是,我们的梦里,包括很多,其实都有这种,嗯,直接的,都会有,都会有这种,嗯, 异尾 所以总是也相当的性 他这个精力是我们讲实的 他就是闲挂的这个位置 当然他也很有进口性 甚至很有多 虎头舍尾并不是没有好的结尾 这是相对是一个大一个小